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一个小例子 好 同学们看一看 这个举证它也是个错证证是不是 那我们如果读成行怎么读呢 是单位举认的第二行的负一倍加到第一行 如果读成列呢 是单位举认的第一列的负一倍加到第二列是不是 好 我们刚才引入了符号 这叫什么符号呢 是不是第二行的负一倍对吧 叫第七行的负一倍加到第一行 叫一二负一是不是 读成列是第一列的负一倍加到了第二列是不是 他的逆是谁呢 你很快能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就把这个负一换成谁就行了 把这个负一换成一就行了 这里变成一值的吧 零 零 哎呦 同学讲 老师你这个讲得我有点晕啊 如果你要感觉到晕啊 我给你一个建议 这不就是一个三阶的矩阵吗 你硬求他的力 会不会 去求啊 我告诉你一个求的办法 我想这个方法太多了 你能不能认为是一个风快对角针去求你啊 他的力是他 他的力是他 零零照朝 你自己去求一下 好不好 实在不应就去求 我来告诉你 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的最高境界是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 我现在告诉你 A 是一个三阶的方针 将A的 一二行互换 得到B 再将这个B的 一二列互换 得到C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定理来给你分析一下 A是经过两次促等变化得到C 是不是 A和C要画等号 中间要相差促等症 你看啊 A放这 把它的一二行互换 做一次促等行 并往是不是左边乘个促等症 一二行互换的促等症 是哪个 第一行放到第二行 第二行放到第一行 第三行 赵超 这个乘出来就是谁呢 就是B 他就和B画等号了 再把B的 一二列互换 列变换是不是右边乘呢 乘一个一二列互换的促等症 一二列互换 把第一列放到第二列 第二列放到第一列 第三列赵超 他就和C是一样的了 那么请同学们看一看 这两个矩阵 是不是同一个矩阵 而且这两个矩阵 是个什么关系呢 你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的逆 是他自己啊 这个逆是不是就是他 AC什么关系 AC就相似啊 这个AC是个相似的关系 知道吧 P NAP吗 这两个互换的关系吗 我再来一个 我来告诉你考验怎么考 再比如说啊 A是三阶方阵 A是三阶方阵 将A的第二行的负一倍 加到第一行 得到B 得到B 再将B的第一列 加到第二列 跌到C 还是A经过两次错等号 跌到C A和C 怎么划等号呢 要相似的 要相差错等症 行变换左边成啊 列变换右边成是不是啊 是不是 左右都成个错等症 就和C化等号了 成谁呢 第二行的负一倍 加到第一行 第三行就不要变了 第二行也不要变 是不是啊 第二行的负一倍 加到第一行 是不是一负一零的第一行 这个就和B化等号了 B再做列变换 把它的第一列 加到第二列 第一列不动 第二列原来010是不是啊 第一列加到第二列 是不是变成110了 第三列 是不是也照常 同学们再看一看 这两个矩阵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互为N矩阵的关系 PNAP等于C是不是啊 AC什么关系 AC这两个矩阵的关系 是相似 这就是我告诉你 我考研怎么去考这个东西 那么下面我来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我讲的比较详细 这个知识点呢 我已经全部都给你讲透了 现在我来告诉你 我们拿到这种 粗等变化粗等的题目 我们怎么去做 怎么去想 方法 先写出每一步的初等变化 用箭头写的 先写出每一步的初等变化 用箭头啊 每一步 你不要跳步啊 做一次初等变化 写一个箭头 考研当中最多做两次 要不两次航变化 要不两次列变化 要不一次航变化 一次列变化 所以它就是PPA APP或者PAP的形式了吧 再用初等证 将箭头 变为等于好 把箭头变为等好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例题 第一 说这个A啊 是一个三阶的矩阵 将A的第二列 加到第一列 得到矩阵B 在对调B的第二行与第三行 得到单位矩阵 令P1 100 110 001 大家看一看P1 是不是个初等证 我们可以认为是单位矩阵的 第一行 加到第二行 得到的 或者是单位矩阵的第二列 加到第一列 得到的 是不是 P2呢 100 001 010 P2 也是个初等证 我们可以认为是单位矩阵的 二三行 互换得到的 或者是二三列 互换得到的 现在问你这个A 等于谁 我们先来写出每一步的初等变化 A是个三阶 第二列加到第一列 得到谁呢 得到B B 经过初等变化 得到了E 单位矩阵E了 第二行和第三行 互换 得到了单位矩阵 现在我们就来写等号 A 做列变化 列变化 是不是又变成吗 成哪个初等变 第二列加到第一列 第二列是不是010 加到第一列 110 第三列照查 这个是不是就变成B了 B再做行变化 什么行变化 二三行互换 第一行照抄 第二行到第三行 第三行到第二行 是不是就变成E了 现在我们就来找 这是哪个初等变 这个是P2 A A 这个呢 是不是P1 等于E 现在问你A等于什么 我们就反解这个A 左辰 P2的力 左边左辰右边是不是也左辰 右辰P1的力 我们知道E跟别人称称的都是别人 是不是 P2的力是谁呢 P2是哪个 是不是这个 对吧 这个 P2的力 是不是P2自己 一跟别人称是别人了 P1的力呢 P是这个 P1的力我们知道是把这个E换成谁 P1的力是把这个E换成负一 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并不知道这个P的力 它用什么符号去表示 那我就放在这 它就是P2乘上P1的力 P2乘上P1的力 如此一来 选哪个 D 选D 是P2乘上P1的力 选D现象 刚才这个错误变换呢 是我直接告诉你的 下面这个例子的错误变换 是要你去判断 你看一下 这个矩阵变到那个矩阵 做了什么错误变换 这个题目是2012年的 数学123的考题 A是一个三阶的矩阵 P是一个三阶的可逆矩阵 告诉你P2AP是逆矫阵的112 如果这个P呀 是α123 Q是α1加α2 α3 问你Q2AQ 是下面的121还是112 还是212 还是221的问题 这个题目还是考初等变换 初等证 同学们观察一下 P和Q是个什么关系 P是不是做了初等变换 再到Q了 做什么初等变换 第二列第三列一模一样 第一列不一样 是不是 他的第一列是α1 他的第一列是α1加α2 他是不是把第二列 加到了第一列 得到了Q是不是 P和Q怎么划等号 列右 就等于Q了 列边换右边乘 称哪个数等变 第二列加到第一列的数等变 第二列赵潮 第三列赵潮 第二列加到第一列 第一列的100 现在是不是变成110 P乘以他等于Q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来看 Q逆AQ 是哪个矩阵 Q逆AQ 把它逆一下 它逆一下 是不是他们两个相乘逆一下 还记不记得A乘以B的逆 是B逆乘以A逆啊 就把它逆一下 咯 再乘以P逆了 这就是Q逆是不是 再乘以A Q是谁 Q是P 乘以这个 100 110 001 这就是Q逆AQ 这就是Q逆AQ 它的逆是谁 它的逆是把这个1 换成负1 是不是 P逆AP是谁呢 P逆AP 它告诉你 出来是个地角阵 1 1 2 是不是 右边再乘个矩阵 110 010 001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矩阵 给它乘一下 看乘出来谁啊 我想先把这个矩阵盖起来 这两个乘出来的效果 就是对中间这个矩阵 做行变换 是不是 做什么行变换 把它的第一行的 负1倍加到第二行 是不是 这个乘出来的结果 是这个 这两个乘出来的结果 是把第一行的 负1倍加到第二行 第一行照朝 它的负1倍加到第二行 再把它拿过来 这个还是错等着是不是 他们两个乘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对左边这个矩阵 做列变换 做什么列变换 第二列 加到第一列 你把这个第二列 加到第一列 一把负1又干掉了 就出来了112 选B 那么这个题目做完以后 我想请你回去做个事情 我现在还不敢讲 把后面东西 我完全都拿到前面来讲 我觉得你的基础 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这个题目跟什么有关系呢 你从后面看 P,D,A,P 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似的关系 就是告诉你 A相似于对角阵 学完相似对角化以后 再把这个题目做一遍 你会有新的发现 你会觉得这个题目出的好 然后你做的比现在更快 几乎就能够秒杀它 不超过5秒钟 如果你把这个相似的话学好了 这个题目不超过5秒钟 你就能把它做出来